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午安 我覺得超興奮的 我要再提今天最多的關鍵字 我也是樂武社的 所以我剛剛聽大家分享 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緊張 因為我聽到很多 就是跟我一個很相關的關鍵字 像是 當有人說要訪問中職位 其實我在這個活動的時候 也有訪問過他 大家說把自己丟出去 去當職高 我到了 在去年暑假 我到中美洲的貝里斯 大家有聽過這個國家嗎 有喔 他是我們一個邦交國 然後我去那邊做一個 資訊教育的服務 所以其實還蠻興奮的 就希望結束之後 其實大家可以多多的交流 然後多多的認識一下 那我今天最主要的 還是會先從 就是我在去年到 今年二月的時候 整整半年的時間 在FMD 這個群眾物資平台裡面實習 那我當然是實習採訪記者 那我在這次中呢 也對自己有很多的成長跟改變 那就在這邊 能夠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經驗 那首先呢 這是我們的公司的寶 就是他們 這邊應該是熊麻吉 然後他們都會穿著我們的衣服 在我們的公司裡面晃來晃去這樣 那我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那時候是我在去年 在今年的時候 我實習半年即將來到尾聲 那時候我一樣在我的辦公室裡面 就是做著我的工作 然後有一個正職 他叫Kelsey 他就坐在我的旁邊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他說 我來跟你一起工作 然後我們在那邊聊聊 我就跟他說 他就說 你現在身上有幾個案子 然後他就說 哦 差過四十幾個了 我說四十幾個 因為對我來說 三四個就其實已經負擔很大 然後我就說 你這樣怎麼可能hold得來啊 然後他就說 其實 要管好的四十個案子 可以很簡單 我可以被動的等他們來問 但其實也可以 把自己搞得很累 但是他就跟我講幾句話 他說 你知道的 我會希望自己 讓自己能夠在每一個案子 都親身 而且深入的參與 那我聽完的時候 我就在回想 我當初加入FlyV的一個原因 我發現這裡的人 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是 他們不是為了薪水在吃飯的 他們呢 是為了幫助別人完成夢想在奮鬥的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這個地方 他會這麼樣的 多的面向的東西 一直在這邊滾 因為他的能量 然後這邊的人 然後這邊的人 那個能量 可以持續的 讓他的影響力變得更大 那個當然也聽到 另外一個關鍵詞 就是實習 微軟實習 還有很多大家 在大學期間 都會希望說 能夠有實習的機會 大家覺得 大學生 應該要實習的人 可以舉個手 好 那你們真的有實習 就是一些實習經驗 可以繼續舉著嗎 好 ok 那我來問一下好了 你覺得 為什麼要 就是 你想要去實習的原因是什麼 呃 我覺得實戰經驗 比較 更 更快可以理解這幾樣的東西 好 那剛剛也有舉手 好 那我來問一下你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 讓自己提前 了解自己 適不適合這個原因 那你實習的期間 你有什麼樣的海產 跟你希望中的是一樣的嗎 非常不一樣 非常不一樣 對 好 那我等一下可以問他到底哪裡不一樣 好 呃 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是採訪記者 所以等一下大家小心 我可能賣分就會逼過去 那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的採訪 好 那 對 我想說大家其實在大學都希望說能夠有一個實習的經驗 因為可能以上這些原因是你認為可以 可能可以幫助你在學校中學不到的東西 就像剛剛講的食物經驗 你可以體驗一些職場的一些 跟校園不一樣的事情 那可能會增加你的工作經歷 跟未來可以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會有一點恐懼 或是跟其妄中不一樣 就是他可能 可能像是在打雜 像是其實 假實習志明可能會 像是在做公補生 或是可能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還沒有薪水 然後就跟你說 其實你不能實際的參與很多的專案 然後你就會想說 就是 跟你想像中的為什麼會不一樣 那我當初其實也是跟大家想法一樣 我就覺得我大三二 我應該要去找一個實習 然後我就到處去投 我認識的公司我就投 可是我一直在懷疑自己 到底我為什麼要去這些公司工作 到底我的原因是什麼 我只是為了求得一份實習的工作嗎 然後到那時候我就看到 Flaiimi在教實習生 我之前是因為就是我在被職工團 然後我有在Flaiimi上面做提案 然後我發現就是看到Flaiimi實習的時候 我的心中是攔起了一個 就是小雨坐在你懶着上的感覺 那我就發現 其實就是你要知道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工作 當時我就幻想自己 在那個空間裡面 跟著這些夥伴一起去參與 很多不同的專案 去為這個社會做改變 我發現那個幻想 才是真正我的熱情點所在 才是我真正為什麼會想要去選擇 這個地方做實習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選擇實習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你的熱情點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可能就會比較不會發生 可能跟你期望中落空的事情發生 好那我想問一下 大家知道Flaiimi的人可以舉手一下嗎 那我想請問一下 請問你是因為什麼事情 知道Flaiimi這個舞台 之前就是很多目的就已經知道 然後我最近有一個參與的計畫 現在就在Flaiimi上面 就是在等待大家的幫助跟救援 然後它就是關於街舞的一部紀錄片 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因為如果沒有目到40萬的話 我們就不能在電影院 就是做我們紀錄片的呈現這樣 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幫忙 各位熱魯社的朋友們請趕快上去 好開門有誰 我覺得你剛剛有什麼 你說為什麼會知道嗎 是透過什麼 就是原本的網站 然後就是歐美來那個 很多他之前做那個專 然後就是有照片進去 然後他有加上就是 他的神計畫我之前就一直有想要報 可是因為我時間沒有太微小 對對對那時候做 好 好 回去跟公司人說 就是太白多人知道了 好 那Flaiimi其實 可能有些人是因為看見台灣的關係 他在中正紀念 齊波林在去年的時候 11月在中正紀念堂 舉辦了一場露天首映會 那時候有3000多人到4000多人 在同一個時間內一起看這部影片 也有可能是因為太白粉路跑 那太白粉它是台灣第一場的原創性的特色路跑 那大家可能也知道這個專案 這是最近非常非常 就是被受關注的太陽花運動 那他們利用Flaiimi的平台 在上面 那用三個小時的時間 有3000多人去 去 一群人一起去完成這件事情 我們用集資去購買了 蘋果 自由還有能源時報的廣告 然後去用這些去表達這些太陽花 學運的這些人 他們真正的訴求是什麼 那其實這幾個案子呢 可以看到其實群眾的力量 是很可怕的 是很可觀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我自己可以改變什麼 但是如果你試著去透過這個平台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你可以做的事情 是比你想像中還要多很多的 那其實我大概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Flaiimi 因為其實可能有人知道 但也不確定到底是一個怎麼樣子的平台 很簡單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年輕人的專利 只要你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idea 那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像剛剛在Flaiimi台上 你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跟大家說 那贊助你的人呢 如果他想要支持你 他可以透過贊助資金的方式 然後讓你能夠就是有一筆資金去執行這個計畫 那為什麼這個平台可以一直這樣流動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就是上面呢 完成後會給予回饋 用利用回饋的方式 我們讓這些贊助的人 去成為這個專案的參與者 也就是說 他也是能夠去分 去跟你分享你的成果 去參與你的執行計畫的樣子 那就是這樣子的話 會在這個平台上產生更多的互動 所以呢 就是這個平台最主要的在做的事情 那在我在Flaiimi的這裏面之中 其實我覺得這是我所看到Flaiimi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裏面的人他們相信一件事情 不管是提案者 不管是在裏面工作的人 都相信自己一點點的力量 可以注意去改變讓台灣變得更美好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都說台灣是鬼島 很多人這樣講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自己 就是你說是鬼島 可是你自己 可不可以試著去做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對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力量那麼小 怎麼有辦法去做 但如果你去相信這件事情 那其實可以發揮的力量是很大的 再來就是 他們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公司 很少有一個公司 會在第一線去挖掘社會應該被關注 卻很少被關注的議題 像除了這次的服貿運動 他們也有就是兩岸多元成家 然後也有就是核四的議題 實案問題或是流浪者之類的 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看到 有很多很多人一直在台灣默默的角落 去關心這些社會的 沒有藏合以及問題 好我最主要呢 在裡面做的就是採訪記者 那採訪記者簡單用一句話說明我的工作 就是我把受訪者的故事記錄下來 然後分享給更多人聽 那就是這段狀態是我就是訪問那個知名的網路 插畫家Chur 就是他是黑白動物的 就是跨買來的文藝爾 對 那訪問他的時候其實也還蠻有趣的 那我最主要訪問之外呢 也包括議題專 議題報告跟媒體投稿 那議題的話呢 我們就是會去每個禮拜去發掘 不同領域的他們在這個領域上面的現在的發展 還有一些什麼有趣的事情 那媒體投稿的部分 我們會幫助提案者去讓他們可以找到 找到有曝光的廣告 然後把他們寫新聞稿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計畫 那其實我覺得 之所以FlyV的實習還蠻特別的原因 是我覺得 我在裡面我覺得是一件很 在裡面實習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有三個點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呢就是 他們其實就像是公開的原始 只要你想帶走的 他們其實都不會特別的保留 那時候他們就說 欸你們可不可以在這段年就趕快挖啊 拜託挖我好好 你們想帶就多帶一點走 結果他們說 希望我們可以踩著他們 去往更上面的地方走 那就是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都會有一些培訓的課程 那這個是我們的創辦人小光 那他也是無名小站的創辦人 那天晚上我們就這樣子 他就坐在一起面 我們就這樣聊聊聊聊 然後聊到11點多 快12點然後捷運還改不上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實習生大頭頭 然後他叫大喊 但是有些人會認識他 那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視實習的人 他給我們出的課程之外 他每次我們出任務的時候 都會給我們一個任務目標 就是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嗯我覺得你去採訪的時候 你要讓他忍 讓他想要讓你進去實習 然後說 嗚 陽力很大 就是不只是這樣 還要讓他們挖腳我 然後都會試著去讓我們設立不同的目標 然後去試著去不斷地突破自己 那再來呢就是 他其實會帶著我們去第一線床 然後他們不害怕我們犯錯 也不害怕我們失敗 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我進去第一天 然後他們就進來就說 誒 那個等一下林慶台牧師要來 按就準備一下 然後說林慶台牧師 搭照那個賽德克巴黛的莫娜儒道 然後我說 這要怎麼樣 然後說 嗯 你們就弄一張髮缸 然後就丟給我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然後就這樣子 這個就是裡面的陣子 然後就跟在旁邊 然後跟在旁邊學 然後其實很闖 他其實算是一個明星 然後我就在那邊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他其實 就會希望說 可以帶著我們做 他大概前三個月 帶著我們一步一步的 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去接觸客戶 然後在後面三個月的時候 他就會放手 讓你去自己約採訪 自己去第一線的 去跟客戶做接觸 然後在這裡呢 其實還蠻不一樣的是 你的聲音其實是可以被評鑑的 像是如果說 他跟你說你應該要怎麼做怎麼做 可是如果你覺得 這其實都不太好 你就可以試著想第三個方案 然後去說服他 他其實是 如果被說服 他其實是會願意去執行的 這個是Flying E-Bus 那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為什麼Flying E-Bus 一直在平台上面 然後大家能夠接觸 提案者的廣告 可能只能透過演講 或是一些網路的資訊 但其實這些提案者 都是有一些很珍貴 可以學習的地方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想 很希望說我們可不可以 來提案啊 我們那個就是一群的實習生 然後我們就跟我們的證子說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說我們希望可以 透過旅行的方式 讓Flying E-Bus 可以從網路走到實體 去跟更多的人互動 讓更多人去了解 這些提案者 他們是怎麼樣在經營自己的事業 去執行他們的計劃 然後他就說 聽完就說 好去做吧 放手裡走 所以我們就在二月多的時候 舉辦了一場Flying E-Bus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是自己花額外的時間 去籌備這個活動 當時 當時有三十 差不多三十個人來三月的活動 然後他們的回饋呢 就是也有很好的反應 那其實 所以我想說 我們在實習的時候 可以去嘗試的就是做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只是把事情做完而已 我們可以去多想 我們可以多做些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這次公司 會樂於去聽見的東西 就不要害怕去跟他們說 那再來呢就是想要分享 我們在這段時間的一些成長 他們那時候問了我們 一個問題 請問你們來這邊 辦理後 你們想要得到的東西是什麼 你們想要帶走的是什麼 就是也是想要得到的是什麼 你們想在這裡 留下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想這邊有很多人有實習 或是你們有一些 甚至世界公道 或什麼 會計劃你們去想一下這些問題 你們在那個地方 你們想要帶走 跟留下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去每次你去參與一個活動 去檢視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我自己呢 在半年之後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是 我讓自己從被動主動 被動到主動幫助議題 但是我那時候在宿舍的時候 我為了一個土封印 然後我就跟土封印 玩了一整個下午 然後那時候 那個時間點發生的事情 是多元成家 還有什麼合適的議題 然後我只知道他有議題 但我完全不想去關心 然後那時候 紅洞秋的事件 我在背影子 我只知道有25萬人上街頭 然後覺得心情很亢奮 但是我就沒有去 特地去瞭解這件事情 到底在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 在紀錄懷念的時候 我開始去關注更多 社會上面的不同的議題 那像這次的就是 太陽花學運 我在第二天的時候 也是有到現場面去看一下 到底這件事裡是怎麼發生 然後問題是出在哪裡 然後也看到很多資料 去找一個自己的立場 好 對不起 然後就是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自己能夠做一些什麼改變 那這個衣服 不知道很多人很大 都是這個圖案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們雖然很多人不同的立場 但是我們有個出發點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 就是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想要讓更多的人 能夠 我們希望讓台灣更美好 所以我們才會 這麼多人願意走出來 然後願意發出自己的聲音 願意給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330的時候 我們就讓一千多人 穿上了我們這件衣服 雖然這是一個很小的力量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已經把它 試著化為一個行動 那再來就是 有敢豐富自己 原本不熟悉的領域 然後愛上這種感覺 那這個呢 是我當初在Flyme裡面 那個工程師 要我們自己去寫出 一個自己的網頁 我根本就是個電腦白痴 然後要我去 讀成是語 很荒謬的自己 然後但是我就 試著去看 能不能去了解 其實發現 並沒有那麼困難 而且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那雖然看起來 其實很陽春 但是對我來講 其實已經從這一步 化到另外一步了 嗯 那再來呢 我看到的其實最重要 是在這裡的人 物事還有 他們我開了很大的眼界 那你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現在可以 在同一個時間 去看到很多的成功 失敗 那譬如不是 只是物資成功 物資失敗這麼簡單 你可以在跟他們交流的過程之中 看到每個領域的人 他們怎麼樣去執行他們的計劃 那他們遇到的現實因素 跟中間障礙是什麼 他們是怎麼跨越 還是他們被迫去選擇放棄 那這些都給我一些很大很大的衝擊 讓我在去思考 怎麼樣去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大的能量跟養分 好 那留下的什麼呢 然後是這些 就是 好 實際生 就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報道 那 但是其實我想說 就是其實 他那時候在最後一天 所以有一個實際生 有一個陣子跟我說 其實 是我們很依賴你們 就是你們想 你們做的其實經歷 我們想像中做的 還要多很多 那我發現 其實大家會覺得 實際生一直是一個學習的角色 但是我們是不是能夠 試著去突破這個角色 那 像是在跟他們一起前進的一個夥伴 那我覺得 我們在這中 我發現我自己好像也 試著在分擔他們的一些壓力 然後一起去幫他們看見 可能這個組織 他們在之中 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問題 那 再來我就覺得 其實我雖然現在離開了 可是我一直 還一直在關注他們這邊 一直在關注很多的事情 那 很多人因為我在FlyAV 也都會跑來跟我 分享他的想法 然後我就會 很像一個媒婆一樣 然後就把它們 帶到FlyAV上面 然後讓這個想法 可以真的孕育成一個計畫 那我希望之後自己 也就像大家 很想要創業 我也希望可以 從一個參與者 變成一個改變者 然後可以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我想要做的什麼事情 好 最後呢 我想分享簡單幾點就是 實習到底讓我學到的東西是什麼 那我覺得 搭配思考一下這個問題之前 可以先問自己 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態度 在去面對這份實習 因為你用什麼態度 跟你學到東西的程度 是不會一樣的 就算你在同一間公司 也是一樣的 那 那第一個呢 就是我覺得 不要奢望別人會一直給你東西 就是公司沒有義務 要舉辦很多東西 讓你去學習 那你要學習 你就要自己去挖 自己去找 那不要跟別人說 可能我覺得 我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怎樣怎樣 但是 這些東西 保證是要自己挖 那才會自己的 那再來就是 試著挑戰自己 讓別人覺得你很正直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實習生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角色 他好像可以在做正直的事情 但是同時 他有可能 他可以做正直的事情 但是同時 他又有一個保護傘 好像你可以被允許犯錯 或是你可以 就是 別人會覺得 你自己身是可以包容 可以體諒 但是 這可能也變成一個限制 讓你 可以允許自己 可以做的不是那麼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試著挑戰自己 去穿過這個限制 那時候 我就第一次要去接觸 自己接觸客戶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我覺得好緊張喔 因為他們會覺得 指派時間跟過去很不重視 他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擔心呢 如果你可以表現的 就是 你可以表現的 你準備好了 你很專業 那你在擔心些什麼 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試著 把自己的 跟學生的身份抽掉 試著想著自己 就是這個公司的一份子 可能會有更多的突破 那最後就是 實際的理由 應該大贏結果 那我覺得 重點是在這個過程 而不是在 就是最後可能 他可以幫助你 得到什麼樣子的工作 因為 那這個過程 才是你真正成長的一個原因 最後呢 就是我想要表達的是 剛剛都沒有提到的關鍵字 叫做態度 我覺得對的態度 才能真正認真的參與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你在實習 還是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改變呢 可以從參與開始 但是真正的參與呢 我覺得要從對的態度開始 那就是我簡單的分享 那你在選擇公司的時候呢 其實也要思考 這個公司 你願不願意花時間 拿出你的態度去面對這個公司 找到你的熱情點吧 謝謝大家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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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